模仿大树的姿态起舞 由武道老师带着大小朋友进行肢体伸展 同时也带领着大家进行环境教育活动 新竹市环保局陆续在食物森林场域 透过一系列活泼有趣课程 亲近土地植物以及我们生活的环境 那在一座都市丛林里面 有这样一座绿意盎然的食物森林 给孩子们可以进行他就近的食农教育跟环境教育 让他们跟土地还有植物一起对话 跟植物学习跟大树学习 所以我想江军村这个地方 不只是很适合任何人傍晚来散散步 更适合我们假日所做的任何推广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 那新竹市在食农教育跟食物森林这边的努力 环保局不遗余力 因为只要一棵小苗愿意听进一次的教育 那我们相信我们未来的城市里面 就拥有非常多的幼苗 可以把我们整个的环境教育 终究是可以绿树成形 食物森林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教育 将自然观察与艺术活动相互结合 同样是教师出身的市议员蔡惠婷 香港肯定这项活动 借由肢体绿洞感受大自然 带给人们的美好 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小孩 接触大自然的机会非常的少 那透过对于树木的观察 然后来到这一个场域当中 你甚至可以闻到树木的芳香味 去触摸到树木 我觉得那是对孩子无感的一个非常棒的体验跟发展 然后透过观察这个树 树枝的姿态 然后去模仿仿佛人跟植物大自然 全部结合连结在一起 我觉得那对孩子身心灵的滋养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 像我刚刚也跟着他们一起做伸展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所以欢迎更多的爸爸妈妈在有空的时候 来可以带着孩子们来到将军村的食物森林 一起来体验哦 新竹市持续打造绿色学习空间 17公里海岸线18间山 青青草原高峰植物园以及三座食物森林 鼓励家长学校和民间团体多运用 让环境教育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凯破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